12月3日上午8时起,内蒙古自治区满洲理事正式开启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。 当日,记者在满洲理事新员文体馆和满洲理事门球馆两处核酸检测点看到, 负责进行采样的医护人员身着全套防护装备,为市民采集烟尸子。 志愿者也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,并按照流程做好登记工作。 等待检测的市民则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有序排队。 在大家齐心配合下,现场采集速度较值钱有所提高。 现在都非常有序,现在都自觉保持在一米线内。 而且我们的居民现在都知道是从哪个出口进,哪个出口出, 他们都是很自觉,他们来到了会直接把身份证的登记卡给我们拿出来, 提高我们登记的效率,保证我们的速度。 记者了解到,核酸检测是精准防控的重要环节。 从疫情防控角度看,针对重点区域、重点人群多次核酸检测是排除疫情隐患的重要举措。 通过提高核酸检测频次,可以帮助尽快尽早地发现无症状感染者, 并对其实施隔离医学观察,切实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, 有助于控制风险、减少病毒感染的条件或传染源。 目前,满洲理事正在对隔离场所、病家及活动场所开展周末消毒。 同时,由住建部门组织物业公司负责居民小区、 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办公场所的预防性消毒, 并启用经过培训的应急消杀队伍,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配合小区物业, 开展各街道、社区公共场所、公共区域的预防性消毒工作。